我们一瞧 业务水平强 我很欣赏它 就是好 你让我挑毛病 我们可挑不出来 出息不意的那种包裹 真的特别好 甲冰大潘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尤其甲冰在这个台上 表现得出类拔萃 人家拿过总冠军 其实不光总冠军 那一年我记得 他光单场冠军 就拿了六次应该是 是吧 好厉害 一共这一记是十二档 他拿了六回 想问问你们两位 就除了拍戏做节目之外 还有什么兴趣没有吗 没事在家喝点 长知识了 这个知识酸奶啥的 哎呀 长知识酸奶 真的好好喝呀 来 我们连线第二现场 叶峰春 你们要打起精神 因为现在我们到了 挑战的时间了 如果你想挑战魔王 直通办决赛 请站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人挑战 他们将通过抽签的方式 选你们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你们二十秒的时间 你们要考虑周到一些 倒计时 开始 他们的表演 真的是演技很高 这种时候的话 没必要去硬碰硬 传衡了一下 自己的这个作品吧 我觉得稍微比其锋芒一点 可能好一些 时间到 没有人挑战你们 两位魔王要进行抽签选择 好吧 好 你来吧 我你来 你来吧 都不想 是吧 你放心 我后面给你加齐 这些 谁找到这些 我来 不是 你继续 我去找到それ 我去找到 你找到 我去找到 你找到 我吃到 好 记得到 自己拨 王龙 周云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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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的是你们 下汗了吗 那个圈上 下汗了吗 下汗了吗 好 投出来了 这就是天 只能说 周音鵬考虑 但是 能力嘉宾实在是太强 造化很多人 其实我更多的是 替周音鵬和汪龙捏了一把 咱还整 既然选了 那就听天有命 咱把作品演好了 就完了 干就完了 不行 你谦虚点 观众还能向着我们 对假冰还有点 畏惧啊 因为他的东西 还是跟我们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有压力的情况下 更能化为动力 加油 干就完了 加油 干就完了 为云鹏跟王龙加油 我们都希望他们赢 然后回来坐在位置上